台东新政府配合了每年8月1号 全国原住民族日特别办理第二届原住民族日族语创意对乎竞赛 助力延续第一届的社会组之外 今年也新增了校园组 更期盼透过活动来推广大众说族语 也借由校园组的新增来提升学生学习族语的成就 台东新政府配合每年8月1号全国原住民族日 今年特别办理塞职认说族语我加一 第二届原住民族日族语创意对乎竞赛 除了延续第一届的社会组之外 今年也新增了校园组并且提供高额奖金 总金额达到新台币20万元 而在竞赛活动开跑之际 邀请活动大使金曲歌王黄鸿恩出席 更在现场分享自我创作故事 以族语抒发情感 更是对自我文化认同与使命感 其实大概很多年没有做族语的创作 那去年发行的大概隔了快 20年没有在出族语创作专辑 开始意识到族语真的是我们原住民的力量 更多元的方式去鼓励讲族语 我觉得这个方式都蛮好的 竞赛分为活力部落组以及青春校园组 参赛队伍人数最少5人最多15人 而参赛队伍可以运用各种形式进行对呼表演 包括了创意舞蹈 传统歌谣 戏剧表演等等 搭配足语编排出2分30秒到3分30秒的口号对呼 每队至少需要编排10句的足语对呼 我们是结合圆明日的系列活动 那这一次最主要的那个跟网友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做的分组 我们这一次跟今年还有一个最大的分组就是我们要求全国 只要你喜欢原住民的文化 即便你不是原住民 我们也欢迎你来参赛 而出赛收件将在6月30号截止 也期盼透过活动推广大众说族语 也借由校园主的新增提升学生学习注意的成就 建盘至于台东市报道